我们就是要把这一段程式 把它变成全部了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全部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你可以按Ctrl向下 游标放在一栏头 OK 向下 Ctrl向下它会自动停在下面一列 103列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从第四列 一直到103列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让它重复做的话 特别注意一个很重要的 程式写法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稍微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这个VBA的环境 可能要特别小心 这一块就是串案总管 这一块就属性面板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程式部分 所以好像有些同学不小心 可能把这个什么 把这一块串案总管关掉 这边有个叉叉 那理论上不要随便关 关的话大家把它叫出来就好 那这一块也关掉了 当然你如果全部关就变成像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把刚刚的状态恢复的话 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同学 常常遇到这种问题 但没事你不要乱按 可是你还是不小心的 可能看到叉叉手痒就把它关了 关了就完蛋了 一直关到最后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怎么把它恢复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一定要找到这个所谓的专案总管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最终的那一个 左边那一块叫专案总管 那它的位置一定是放在检视里面 所以以后 只要是微软设计的 Windows 基本上你要找什么 就是在检视 如果是Adobe的 好像就在视窗 反正他们有个固定的逻辑 有没有 它操作的界面 大部分都差不多 可能Mac也有Mac不少的设计理念 所以可能Mac 刚刚同样 Mac关掉了 可能要找一下 应该也是类似的 那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叫专案总管 所以你可以把专案总管打开 它就出现了 有没有 如果你的那个刚刚的程式在哪里呢 特别在模组 有没有 模组里面 我应该是放Module1 把Module1点两下 就打开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想说 老师那我刚刚下面不是有一个属性视窗 不过属性视窗暂时用不到 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就是你做表单的时候才会用到 那目前用不到 如果你想说 老师我还想要把它恢复怎么办 没关系 把它检视 属性视窗这边就有了 而且它快速键是什么 F4 不过这个应该可以不用记了 那它就出现了 只是说它 改掉了某部分的画面怎么办 把它往下填 把它拉下就OK了 当然你如果不喜欢它 你把它关掉没关系 这个因为属性视窗目前用不到 接下来的话 好 所以画面部分请各位 另外字的大小 字大小我刚刚讲工具选项 有没有 因为你预设好像是 创写风格里面它原来好像是 9号字太小 我觉得好像大概14号字 可能会比较刚好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萤幕好像13寸的吧 但是真的太小了 OK 那所以大概调到14号字 差不多 OK 那你会发现我们刚刚两段程式就出现了 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刚刚的动作 比如要清除 清除要全部清除的话 那怎么写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在清除的 Sub的下方 Sub的下方按一个 键 开始写 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写回圈的话 最重要是for回圈 那for回圈如何写 特别注意哦 开头一列是for 后面空一格 那你产生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习惯用i 习惯用i来表示哪一列 然后第几列呢 从第 看一下 从第四列到103列 所以你打 4 空一格 的话就2 103 然后这个是一个叙数哦 意思是跟他讲说 你帮我把这个i这个值哦 从4变化到103 也就是每 下一个就加1的意思 Enter两项 一个NES 那他就知道说 哦 他帮你变一个i 那这个i呢 他可以怎么样 从那个4到103帮你做变化 那接下来 请你把下面这一行哦 把它搬到forNES里面 因为呢 i的值能够变化 一定是在for跟i之间 不能在外面哦 OK 所以把这个按一个tab键 开接 特别注意哦 那这个按tab键主要用意是说 我这个 这个输出 实际上是在这个回圈里面做的 所以习惯是写成这样的 所以哦 这个缩牌很重要 缩牌一定要加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呢 你就把什么 把这个里面的一个 sell 有没有 哪一个地方是指列呢 哦 原来是4 我们刚刚是第4列嘛 所以如果你把4改成i的话哦 他就会知道说哦 那是不是说你要把这边全部都清掉 看一下哦 如果我们现在好了 因为这里面只有一个嘛 把它向下填满 好 假设呢 全部填满了 全部都有资料 对哦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再把这个地方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哦 他会帮你把什么 做自行呢 就是从第4清除 第5清除 第6清除 意思类推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全部清空了 执行一下 有没有 马上瞬间 通通就帮你把 直接要给清空了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做回圈 很重要哦 因为在这个程式里面哦 最好用的就是回圈 为什么 因为回圈我刚刚有提到 回圈的话呢 人很讨厌重复做 但是电脑哦 却是他的端长 而且哦 还有一点 我刚刚特别强调哦 因为这个电脑是可以不用关机的 也就是如果你程式哦 时间到他自己跑 时间到自己跑 哎 他半夜都可以跑 所以你只要把程式写出来之后哦 很多事情他都自动乱了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哦 哎 你程式写出来之后 很多事情哦 等于是说你把你自己 写出一个分身出来 有没有 那时间到 他就做什么事情了 相当方便 OK哦 好 那 可以记得哦 一定 现在很多资料哦 如果你在用人工的方法来处理的话 你会发现哇 一定是我跟你做不完 而且第二个的话 很浪费人力 所以现在其实职场上很需要 就是懂程式的人 因为主要是希望什么 把你目前的工作流程 可以全部转换成程式流程 程式逻辑 可以把程式写出来 然后让他执行 自动执行的话 哇 那一件事情的话 基本上就不需要那个人在那边了 那不就节省人力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人力节省之外 效率也大大提升了 为什么以前啊 如果用人的话 我恐怕好几天之后 才能得到我要的报表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程式的话 只需要执行程式一秒钟完成了 你的报表就看到了 差别多大 所以你要做决策之前 如果你没有对应的报表 你可能决策会错误 但是如果你假如可以瞬间 有一个报表出现的话 那你做的决策就会是对的 就像那个政府官员 接受那个职群的时候 如果他有很强大的那个幕僚的话 而且会写程式 马上帮他把这个需要的资料 全部产生 他回答问题就很快速了 OK 所以一样的道理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清除OK了 问题门号怎么办 哎 门号呢 其实道理一样哦 所以呢 你可以怎么样 把清除的这一段for回圈 把它复制到这里 有没有 这个 然后enter两下 一样打一个nets 然后一样呢 把中间这一段 怎么样 搬到这里面来 那做的方法其实都一样 就是说呢 差别是 我们刚刚的清除的后面 其实它是放这个所谓的 空置串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比较麻烦一点 如果我今天把它执行的话 我如果假设用跟刚刚一样的方法 就是清除 然后复制过来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执行完之后 哎 还有漏掉一个 这个什么 字改的I OK 不然的话 也是执行一次而已 OK 执行 那你会发现呢 如果你把这个回圈执行的话 它会OK 但是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呢 这里面的公式因为我没改 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话呢 那全部都是F4 有没有 所以下一个呢 也是F4 理论上它应该是什么 下一个应该是要把这个4变成5才对 所以理论上 这个里面总共有一个 两个 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也要跟着变 那变的话也是4到103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应该要把刚刚的动作呢 做完之后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把这个4怎么样 改成I就可以了 那问题来了 你如果现在把它改 那有同意到老师 我知道把它改 F4改成I 那不是很简单吗 里面这边是可以改 本来是4嘛 然后把它改成I 那里面的话呢 你想说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如法炮制一下 如法炮制一下 跟各位讲 如果你是这样打程式的话 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自行完之后 哇 全部变这样 Name 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这样 跟我前面讲的那个文字跟数字的差异 一样的道理 这个地方 Sales Sales后面第一个参数 主要就是放数字 所以你现在forI I的词 实际上4到100以来就是数字 所以你数字放在数字的参数里面 是OK的 那你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这边不OK呢 因为 这个是一串什么 一串文字 如果你要把数字呢 放在这个什么文字里面的话 那特别注意 你必须先把这个什么呢 文字先切开 再把它 把这个什么的数字 放在它的中间 那切开的话 一定要用串接符号 所以你要做的方法 你不能直接把 刚刚这个地方 F4 F4把它换成I 因为你如果放I 它就变成I的这个文字 但是I现在是一个数字 而且是一个变数 如果你要放进去 如果你要放进去 该怎么放 这个是这一题最难的地方 那跟各位讲一下 必须把它切开 然后串在中间 那切开串在中间 这个可能对有些同学 如果没写过程式的同学来说很困难 所以如果你完全没办法理解的话 你先背一下口诀好了 就跟那个背久的发表 你慢慢背久了 你慢慢就知道为什么了 OK 那跟各位讲 1 你看到4 你就先给它两个双以号 把它盖过去 先两个双以号移到中间 end 两个 1 两个双以号 第二个 两个end 都移到中间 3 再加一个I就可以了 算OK了 但是呢 在VBA里面的end符号 前后都要空白 所以请你做完之后 end 前后再加上空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第一个 式的修改 那为什么这样 其实主要 就我刚刚讲的 我要把 数字放在文字当中的话 那我需要怎么样 把它先切开 然后呢 再用end符号串接 才能够把它放进来 这个是 程式的基本规则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 那个数字跟文字的差异 这个地方差很多 你不能随便放 OK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本来是G4 对不对 你不能直接放I 那怎么办 E 把这个4 选起来 放到两个 移到中间 end的两个 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 然后呢 把end前后加空白 OK 你把口诀背起来算了 如果你暂时还不太知道为什么的话 你就把那个口诀 1 选起来 2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的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把end前后加空白 好 搞定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说 总共会有加 三个I OK 这个是最难的 如果你暂时无法理解 你就把口诀先背一下 双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的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 end的前后加空白 OK 好 应该可以等吧 好 那再来的话 把它run一下 看一下结果 恭喜 有没有看到 目前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结果呢 会得到什么 就像之前我们用录制去习 得到的结果 这差别是说 这个是我们自己写的 然后呢 录制去习的话 是什么呢 它自己帮我 是产生的 那至于两者有什么差别 也许你可以再比较看看 那其中最大的差别是这个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刚刚我同学问到说 那个 图存格 除了说你可以用sales之外 其实是跟各位讲 另外你还可以用range 有没有 range 比如说呢 14 所以其实刚刚这段程式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你加个单以后 这边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用range的话 这应该什么 1 本来14对不对 14这样 然后等于空了 等于是14儲存格 但是你要把4改成i的话 可不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 只是比较麻烦 那为什么我特别会用sales 因为sales 它的参数 它那个两个参数都可以用数字 那数字配合回圈 相对比较match 但是如果你用range的话 因为range里面是放什么 放文字 那文字 如果你要把i再放进来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绝对不能像刚刚一样 把i放进来 不OK吗 所以怎么办 其实也可以的 你用and的i也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可是说相较之下 写那个上面的方式 显然是 我是觉得比较合理一些 而且比较好记 OK 所以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你这边为什么不用range OK 其实用range可不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你可能要写成这样子 e and i 等于空的 如果你这样执行的话 一样可以run 所以底下也是可以写成这样 OK 所以这个顺便补充一下 OK 不过你如果暂时不想知道 也没关系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好了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